说不清厉害乱指尖真情 心情在纷乱的城市虚拟 喧嚣终何处站立 爱的错错得清 难尽了 外婆呀每天叫你一首唐诗 今天就先学 勇鹅 这就是鹅膜了 带动作啊 预备 开始 动作先摆好 手 那个手 对吧 预备 去 鹅 鹅 鹅 去 向 脖子 去 向 向 天 哥 白宝福绿色 丢白宝福 丢白宝 丢的屁股 那哪是鹅呀 那整个是老本人 你到后院看看我带来那只鹅到底什么呀 你去 你去 你去看看 文伟 过来 奶奶教你除鹅 看着啊 除鹅日到午 土 汉地和下土 谁知盘中 行行行行行 金剑毛 你这太土了 怎么了 有屁股摔着了 屁股 你 你这太土太土了 你这那个拿着大锄头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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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 先先先 来来来 来来来 来 先 这就是羽毛 来 什么动物展现 来 预备来预备 等你来 先坐一下 来 先坐 还记不住 就你了 不是 你 记住外婆的了吧 啊 你记住外婆的 还记住奶奶的了 记住外婆的啊 啊 记住外婆的是吧 记住奶奶的了 这一个上午也真是累着了 怕我累得够呛 出一身汗 亲亲母 喝点水 到菜厂买菜去 好 你买菜去 您等等 我这列了个单子 您照着这 照着上面再买 来 看看 你 看菜单子叫我去买菜 看看 芹菜 香菜 大白菜 香蕉 鱼 肘子 你真是狮子大开口啊 你想买这么多东西 这钱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就买这点东西 就狮子大张族 您的女婿 您的外孙子住这 您不得给他们吃点肉啊 我还跟您说 就这些好的 我一口不吃 再说了 我儿子也给您生活费啊 是 是给我生活费的 可照这样花销 那超之累啊 这么着 你把钱给我 同样这么多钱 我把这些东西都买回来 你是说你想到菜市场去买菜啊 嗯 能为的干啥我吧 啊 能为的投稿为的啊 啊 您家听到龙子三黑人啊 啊 我又不懂比你 我又不懂打资口 能为的干啥啊 能 能 虽然也能给他吃了它 哎呀呀 你说这些我也听不懂 但是我告诉你 现在普及普通话啊 我这话到哪儿人家都听得懂 我照样能把菜买回来 你你你把钱给 行了行了行了别啰嗦了 我买什么你吃什么吧 这吃了它不过 我吃了它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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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这里是何赵海的家吧 是啊 啊 那您一定是赵海的妈妈 是 您是 我是她的同事 也是她的女朋友 你说什么 女朋友 哎 女朋友 就是那个 男朋友啊 女朋友 那个女朋友 她可能是不好意思跟您说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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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 快进来 进来进来 哎呦 来就来了 你看还买什么蛋了 哎呦来来来来 走走走走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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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看这赵海 真是这么大的事 不跟我打声招呼 哎呦 哎呦 你说家里什么都没准备的 都是自己人 不用准备 哎呦 哎 大妈 您就赵海一个儿子吗 哎呦可不 老和家就这么个宝贝尬的 三代单传 姑娘 你家里兄弟姊妹几个呀 我妈呀也生了我一个女儿 我是独生女 也是独一个 好好好 好哎 按政策 你跟赵海可以生第二大子 大妈您说什么呢 不好意思了 我扯远扯远 姑娘 你贵姓啊叫什么 在哪工作 我叫王亚兰 在出租车公司工作 赵海是同事啊 哦 你刚才说过了 是同事 我我我真高兴的就 哎呦 对对对同事同事好 出出尽尽的能有个照应 在这出租车公司 哎 我们家赵海告诉我 他是在机械公司啊 机械公司 对姑娘 你们这出租车公司里头 有没有工程师啊 大妈您开什么玩笑呢 这出租车公司 怎么会有工程师啊 那我们家赵海他干什么呀 开车呀 出租车司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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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大妈 怎么了 不不不不 没有 我不是 哎 姑娘 你说的可都是真的 我儿子在开 在开车 对啊大妈 我骗您干嘛呀 哎 大妈 其实 这开出租车挺好的 你看现在外面这工作真的很难找 这开出租车嘛也算是技术活 收入又稳定 好多人想开还开不上呢 哎 我觉得吧 这怎么说也算是一个有前途的职业 哎呦一开车的 有什么前途 大妈 大妈 您说什么呀 哦 嗨 没说什么 哎呀 你看来半天了 连杯水都没给你漆 我给你倒水 哎 不麻烦不麻烦 对不起 坐着啊 好啊 这个房子啊 倒是挺大的嘛 采光也不错 哎呀 将来把这个沙发换掉 换成美式大沙发 装修嘛就欧洲田园式 哎呀 你是谁呀 小朋友 你怎么会在这里呀 这是我家呀 我天天住在这里 你家 嗯 那 何赵海是你什么人哪 他是我爸爸 爸爸 阿姨 阿姨 他嘴上那么大干什么 跟河马似的 你是来找我爸爸的吗 葳葳 叫阿姨没有 来 喝点水 喝点水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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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外婆 家里来客人了 哦 是找我爸的 哦 和赵海还有这样的朋友啊 你是 昏雪儿还是新家人 鞋怎么没坏啊 嗯 赖我 哎呀 没那么讲究 哎呀 这不是我的青花籽吗 哎呀呀呀呀 荣星的 走 我再出去多一会儿 你就把我的家给砸了 哎呀 没有我夸张 干嘛呀 这谁拆你的家了 哎呀 什么谁谁谁的 你砸了我的家 啊 我说你俩句都不行了 哎呀 老同志 你住在人家家里面 要受人家家里悲剧的 哎呀呀呀呀 你看当着客人面 你说那么些干什么呀 不就一个杯子吗 你 没事啊 别那么小气 我小气 我小气 你多大一个我看看 啊 我吃你一顿饭 你就跟个雨淮 真是的 住着人家家里 一点都不受规矩 我住我儿子家 我要守什么规矩啊 哎呀 什么时候成你儿子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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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大门开开 拉大家里拼拼你 这是谁的家 什么不拔着 老虎不在家 猴子称霸王是不是 你犯德行吧 谁称霸王啊 我这让着你 你还没完呢 那叫做自己怪不错的 自我感觉很好 我就自我感觉好了 那你也好我一个看看呀 你也好你就不要住在这儿 你出去住呀 干嘛呀 我儿子在哪儿我在哪儿 那个 你们先聊着啊 我还有点事儿没熟了 阿姨 你是我爸的女朋友吗 会不会跟我爸结婚呢 你是和赵海的女朋友 对 对 是赵海女朋友 我来介绍一下 这就是和赵海的女朋友 怎么样 不错吧 赵海真是太没良性了 他 他怎么敢找女朋友 我们家赵海怎么没良心了 他找女朋友结婚 组织新的家庭 那是天经地义的 他也没卖给你们家呀 在我的眼皮底下 他就不可以 呦吼 你那还是法大呀 我老虎不发威 你大不发刀皮的 阿姨 你再按了交集 你早起 你来看我听 你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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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个死大胖 你活得不耐烦烦是不是 你不是跟你表姐姐是对象吗 你怎么自己跑人家去了 你不要解释 不要解释 你个背嘴 你还有脸解释 你怎么调查的你啊 他不但有个脱油瓶的儿子 这脖子都不是他的 你害死我的你 下车 我的哥哥呀 你可把我害惨了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不是 怎么了 不是你们家到底什么情况啊 怎么了 什么什么情况 这王亚兰跑你们家去了 说看出俩个老太太 他跑我们家干嘛去啊 我不知道啊 坏了完蛋 我天哪 要出事 坏了坏了坏了 有坏事 我得先回家一趟 你慢着点啊 好 我还是这句话 何昭海一天住在我们家 一天就不能有外星 行啊 你拿一百万出来 我没二话 立刻一家三口 离开这个家 你这算什么话 你这不讲道理吗你 我不讲道理 不讲道理 他祖宗在我跟前戳着呢 你干嘛 你但不是愿意 我说话了吗 俩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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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样 孩子在跟前呢 怎么了 怎么了 这孩子在什么 妈妈 你先别说话 好了 行了 既然性疼孩子 就别光自己痛快 我儿子没错 人家那姑娘不过是刚刚上个门 她就脸不是脸鼻子 不是鼻子的 你跳什么 你干嘛 赵涵 赵涵 你大胆弹 妈支持你 那谈什么呀妈 什么玩意你就支持我呀 爸 刚才有同阿姨 她说是您的女朋友 你不会真的要跟她结婚吧 别瞎说我 没有的事 这是正大估明的事 你干嘛不敢承认呢 妈呀 没有的事 什么正大估明啊 是女朋友也好 不是女朋友也好 拿到桌面上来谈 别早日夜日 我跟你说 第一 我不可能有女朋友 第二 我就是有 我也不会瞒着你呢 是不是 那个第三 刚才那个女的 她确实就是我一个普通的同事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关系了 妈 您听清楚 你怎么是普通的 人家说了 是跟你 她瞎说了 男女朋友 什么男女关系 竟瞎扯 葳葳 葳葳啊 葳葳 你好迷苦啊 从小没有情深 葳葳 葳葳 你爸要是 找老婆了 你以后这日子怎么过啊 啊 没有一个后娘是好的 外婆怎么放心得下呀 啊 外婆 要是 一等 叫呀 走人 去了 外婆 口言 逼不 上 逼不 上 逼不 上 亲家母 亲家母你放心 你别难过啊 只要有我庄贵正在 看谁敢欺负我们卫卫 这未来的儿媳妇 我庄贵真把关 说了半天等于没说嘛 你还是要给赵海找对象嘛 我没说不着啊 那你刚才啰哩啰嗦的 唠唠叨叨叨的 说了也白说 废话一片嘛 你 你才废话呢 你数什么呢 妈妈妈妈 说凡你 别这样 别这样 两妈 别这样 别这样 我爱理你 妈妈妈 我爱理你 不 没有的事 妈 两妈 你们这是干嘛呀 妈 我爱理你 爸 嗯 为什么奶奶和外婆 一见着就得吵架呀 老实说 吵架的可不是好孩子啊 对 你外婆跟你奶奶 有的时候就像 两个老小孩 但他们都是很好啊 都是 微微的 最亲的人 嗯 妈 你说都在一个乌眼下过着 这整天跟乌眼鸡似的 你觉得有意思吗 赖我吗 赖我吗 那 我不愿意跟她吵 可你听她说的那些话 哪回不是她先起了头 她先拱火啊 妈 我这个丈母娘她就这个样 你说啊 那 那你让让她 睁一眼闭一眼不就行了吗 别的事倒也罢了 她的干涉你找对象 我能不管吗 找什么对象 你也是的 这事你本该早就该上点心了 可你 语音走不少日子了 你一个大男人带着一个孩子 算怎么回事啊 你找一个知冷知热的人 在身边 也让我放心呢 妈 这我自己的事 这我自己知道 你清楚 你清楚什么 你就会糊弄我 你说你在机械厂当工程师 可实际上 你是在开出租车 我怎么能感应儿子啊 为了他们那家 去开出租车 你受多大委屈啊 妈 我觉得开出租车挺好的 我们也觉得受委屈 你还嘴硬 你再还要强 你也不能大事小事 都一个人扛着 这些日子家里出了不少事 妈知道你为难 妈心里也不好受 可你总得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事情 你不能连下半辈子也大伤啊 行了 行了 妈 我知道了 我工作这个事开始没告诉你 是我错了 但是我那么做 那不也是 不让你替我操心吗 说实话嘛 现在干什么工作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现在就想踏踏实实地生活 把微微的学费挣足了 妈 您还别为我打包不平 没什么去的 真的 你儿子想得开呢 我现在就想 这一大家子人 都能开开心心地 过日的 都好起来 你要能和我丈夫娘 把关系搞好了 要这个好 要那个好 你怎么不想想你自己啊 往前走一步吧儿子 我现在拿着那个心思 我现在拿着那个心思 你不能总捧着玉英的照片过一辈子吧 干啥呢 妈替你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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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哪 我有时候一想你这些 就抓心脑肺的 争修争修地睡不着 妈 你 你别这样啊妈 行了行了 行了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看着办好不好 好 真的啊 真的真的 赵海 来你出来一下 什么事吗 帮我看看那个台灯好像坏掉了 你去看看 去看看 这么好了吗 你看 这么好了刚才 刚才不好 你是不是没拧到头 好 你看看 我再拧点看 你快再拧点看 你看 没拧了 好了 赵海 我问你啊 今天来的那个女的 真的不是你的女朋友 妈 你这车骨头话 你得让我跟你说多少遍 你才相信啊 真的不是 赵海 其实你现在 这样子挺好的对吧 你不知道现在外头的女人有多么厉害啊 哎呀都是舍婆 啊 我就担心你 你不小心弄个女的进来 你 温威有个厉害的后妈 不管温威受苦 你自己也伸手其害 到时候要后悔的 妈 我知道你唐闺瑜 你放心吧 我不会给她找好妈的 哎 这可是你说的啊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到时候你妈 又要跟我上口上线了 这罪名太大 我担不起 其实 赵海 你说现在外头的女人 哪个跟我们御英比啊 我们御英 多么贤惠 多么善良 多么善解人意啊 是不是啊 你妈真不知道 她没有碰到过厉害的 弄个厉害来看看看看啊 到时候小吵三六九 打吵天天有啊 弄得鸡飞狗跳的 有她好戏看来 妈 跟你说去心里话 我还真没那个心 那你跟你妈说 你会看着办的 哎呀我就是 跟她那么一说 哄得玩 好的好的 那那那那那 那没事儿 您也没事儿了 这 超小吵 我的 你要是继续这样的话 就能跟你打营养中了 好 大夫 病人怎么样 不太乐观 病人缺乏求生意识 不肯配合治疗 恐怕这样下去要得忧郁症 希望家属能多加开导 谢谢啊 出去 都给我出去 谁都别来烦我 出去 都给我出去 怎么又是你 我不跟你说过了吗 你别以为你救了我 你就可以接近我 我不会感激你的 我只会恨你 用不着 用不着 那个 是这样 那个 我来呢 我有个事啊 请你帮个忙 我都这样 我还能帮你 是这样 这个 你住院的这些 这个 治疗费 还有你这些日子吃的用的 这 这都是我垫付的 你想想 我一个开租租的 我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 你是说来跟我要债的是吗 不能那么说 不能那么说 帮个忙 可以吗 我说嘛 这世界上哪来那么多的好人好事 我本来以为你帮我 是无偿的 你怎么不等我死了再来药 你可真逗 你死了我管谁要去 你真是说话不嫌妖等 不就能点钱吗 我给你 拿来呀 谢谢了啊 钱呢 钱呢 你放心 等我出院了 我一分钱都少不了你 这 这 这可是你说的啊 出院以后 那你现在就得好好跟医院配合 好好地治疗 听见没有啊 你怎么了这是 我 我家里确实需要钱啊 我知道 你不是来为我要钱 你是为了忙我 终于开窍了 那就好好活着吧 可是我只要活下去 可是我只要活下去 又有什么意思 我什么都没有 没有钱 就没有了一切 甚至没有了尊严 没钱就没尊严了 那你这还是没开窍啊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 你看看我 我没有钱 是吧 但是我很快乐 我用我的努力 给我儿子打拼了一个 幸福的少年 然后让我家里的每一个成员 都很快乐 所以我觉得我挺有尊严的 再说你 我跟你说 没有了钱 这也不可怕 你要像现在这样再懈怠下去 那你真的要丧失尊严 那是最可怕的 你是说 我还没有走到绝路上 你离绝路差远了 你知道什么叫绝路吗 我跟你说啊 什么事啊 想办法都能过得去 是吧 可是没有任何人 能来帮我 那也不一定 那 那要不这么沉 你让我这个没有钱的人 试试怎么样 王总啊 毛锦峰啊 是 上次听你说 最近有一场 艺术品的拍卖会 我有件事情 想请你帮帮忙 喂 妈 怎么了 莉莉 妈跟你说 出事了 出事了 有个女人找上门来了 妈 你什么场面没见过呀 你能摆平的 这回不能不慌了 妈跟你说 她跟我说是你大姐夫的同事 还说是你大姐夫的女朋友 女朋友 那 那你问我大姐夫了吗 她当然不会承认 傻呀 她怎么会承认啊 可我觉得 这情况好像不太对 她的女人 你到她们公司去看看 摸摸底 是什么情况 心里有数 不能让人趁虚而入 知道吗 哎哟妈 你就一天别瞎操心了 我大姐夫找女朋友是她的自由 是不是 你现在管得了一时 你管得了一事啊 谁说我不能管呢 谁说是 是她的自由啊 我告诉你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我就得管 你到底管不管 你去不去 妈 我现在真的有事我在忙呢 哎我这来来客人了啊 我先不说了不说了啊 我就再说啊 哎哎妈哎 拜拜 不是 你 臭小姐 你就不信 女朋友 哼 哼 你好 我们今天的营业时间到了 明天再来吧 苏丽 苏小姐 打架了 你好 我姓王 这是我的名片 今天 我专程来拜访你的 上海名鼎 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艺术品经纪人 是 因为我对你的作品非常感兴趣 不知道苏丽姐有没有时间 我们聊一聊 有时间有时间 好好好 来 请坐请坐 好 谢谢 来 请坐 好 喝点什么 不用客气 随便 来 请坐 我 你 不早了 那个 我该回去了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还想再走走 这 你看都走一个多小时了 你忘了医生怎么跟你说的 千万别累着 我不累 医生不还说了吗 我应该经常下床走动 不能老在床上躺着 那也不能一口吃个胖子 那得寻细见尽着 那个 我送你上去吃药吧 我不想回去 回去了 就我一个人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都快被憋死了 其实 说出来 你不会笑话我吧 我不会 不会 怎么会呢 其实 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 以前那些 都是一起玩 一起闹 一起花钱的人 现在我出事了 连个人影都没了 没有人会来陪我说话 更不会有人 不过除了你 你是好人 你是好人 一个真正的 可以值得信赖的好人 你可不可以不要走 再陪我说会儿话 我很教她 多小话 你 掩用个电话 疟疟谁 大姐夫 我要请你吃饭 当然是有好事要庆祝了 好的 我等你哦 好 好 好 底下 别 哎呀 对不起 我有事 我真得走了 走 我送你回去 你女朋友 什么女朋友 不是 我送你回病房 走吧 不用了 你有急事 你先回去好了 不过明天 你记得一定要再过来 好 那我先走了 你自己回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